这是在今年元月22号细致的基隆河畔靠近星光桥的星际游戏场正式启用的情况 这座全国唯一以八大行星为主题的全灵化共浪游戏场规划游戏水区、沙坑区、游乐区和乐林区 尤其是假日吸引好多小朋友来玩 好天气几乎满满的都是人 不过才用不到三个月已经出现多处损坏的情况 首先是入口处的星际补给站帆布大片的破掉影响整个门面 而进到游戏区这个最多小朋友玩的攀爬网已经坏了 议员周阿玲也在之前的议会总质询中提出质询 直批根本是星际公园 从国外引进过来的这样的攀爬网 其实在使用不到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有松动坏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根据我们高摊处他的观察是民众的过度使用 但是我相信一个邮剧从今年的1月22号开始 真是启用一直到现在 其实民众的使用的次数跟天数其实还不到三个月 但是既然星际公园就多处的邮剧这样子的一个损害 包括水星的这样子蓄水区 其实它有很多的水屑是排泄不通的 甚至还看到很多的微生物在这边也浮游 其实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觉得很不堪 这边就新盖的还可以还不错 因为细致现在还蛮少就是可以小朋友玩的地方 那围起来是坏掉 我只看到围起来反正就没有让小朋友去 其实没有在保养吗 还是这样 有点夸张 好天气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玩 不过对于新的公园 邮剧使用没多久就坏了也觉得很夸张 一元中二龄也特地到现场了解状况 只见攀爬网的黑色神桥连接处 已经严重断裂损换 市府在地方反应之后 也在25号贴出了公告 预计在4月29号前修复完成 一个星际公园 而且赤字了1000多万将近2000万 在使用不到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有多处的这样的损害 亚铃在上个礼拜也有在议会咨询过我们的水利局局长 水利局长也要求相关单位在保固的这些厂商们 在保固情务必用最快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把它维护好 另外一旁的细水区也积水连水孔伤的水都根本下不去 酒机不退也担心登革热 尤其邮聚找坏了 却直到最近才要修 议员也认为应该要有定期检视的机制 我们相关单位应该建立一套维护的一个机制 除了历假日 他要在隔天做这样子的维护之余 亚铃也会要求他们 即使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要固定的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巡视跟维护 那亚铃也在这里呼吁 这些家长带小朋友来玩的这些邮聚的过程当中 只能攀爬 禁止在上面这样子的奔走或跳跃 也建议我们的标示也要做明清楚 这两千万打造的新级公园 全灵化邮聚提供带小朋友休闲游玩 议员希望正确使用还有定期的检视 保障邮期安全 加成惠林细子采访报道